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現在收聽的是Channel B 嘉嘉,有本上,廉的經 楊師傅,你好 你剛剛想說我是誰 我是鄧師傅 多謝你收聽這個節目 怎樣呢?鄧師傅,你今天想跟我們說什麼呢? 考考你 考考我 其實在家庭圍繞,在家庭的主題來講 我們都講了很多很多 但今天要講一講 大家可能都經歷過的就是家庭的糾紛 家庭糾紛很常見 但引申出來的社會問題很嚴重 都是圍繞在這個比如說家產 甚至叫做什麼利益上 這些方面你弄得不清楚 你說開家產 我又想跟你說一件事 你喜不喜歡聽?想不想聽? 當然想聽 當然想聽 就是這樣的 我所知 是這個人 是在心求我說出來的 是嗎? 那就非講不可 是的 話說 幾十年前 他們的環境不是很好 不好的時候 但是都很艱難地捱過 稍為環境安定些的時候 他們就申請了一間居屋 那間居屋都OK了 到以後環境再好些了 再好些的時候 他們又再搬去另一個地方 那時候是由幾兄弟姐妹一起合奮的 那幾個姐姐就拿了所有的錢出來 就供了首期 然後呢 就一直一直養著媽媽 就一直供下去 那一層樓到很快便供滿了 那她又照顧著媽媽的生活 真的照顧了二十多年了 嗯 到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些姐姐結婚啊 生小孩啊 就漸漸不在那裡一起住了 就到哥哥了 哥哥就要幫忙照顧媽媽了 就開始給少少家用媽媽 給了都是四五年而已 哦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呢 弟弟呢 就是這個哥哥呢 就要出來呢 將這層樓賣掉了 那媽媽就沒有地方住了 那她又未至於這樣 她會 都挺有孝心的了 在我們現代人來說 她有孝心 她起初就安排得很好的 就說 將這層樓賣掉了 然後一半是她的 就是一半給媽媽 愛來安老的 就每個月呢 在自己那裡 再拿一筆錢出來給媽媽 生活啊 還有這個請工人啊 還有這層樓賣掉之後呢 她說呢 她自己租回來 明白嗎 嗯 賣掉之後再租回來 租金就她給了 那合起來呢 都一筆的 就供媽媽 估計媽媽這筆錢呢 可以用到幾年 用不完呢 如果媽媽還長命的話 就開始用媽媽 自己的錢 另外一半的錢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我明白的 是的 這樣吧 那我家人已經有點猶豫了 賣掉它 這層樓全部是歸你 嗯 想當年呢 是我們幾姊妹 一起出首期 然後一起供滿了她的 但是 當時就是這樣 那名字真的寫了她的 寫了這個兒子的 是的 以前的媽媽做事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當時她也是住在那間屋的 她自己還沒結婚的時候 那最後那些教訓是怎麼起的呢 就是因這層這樣的樓仔 那幾個女兒就有一些 有些不憤氣 媽媽也是我們養的 養了幾十年 那層樓也是我們供的 又是我們出首期的 只不過當時聽媽媽說 跟弟弟一起住 寫她 還有她當時答應了 可能她會供一些 就是她會出一些錢的 但是整整整整 沒有供過 又沒有養過媽媽 就在這裏 開始計算了 起初我弟弟就 這個哥哥說 這樣這樣這樣 怎知道 說著著著著著 都沒說好 她又反悔了 反悔什麼呢 不應該讓人一半 她說不是 我想清楚了 這層樓的名字 應該是寫我的 那所有錢 是應該入我的 然後呢 媽媽現在 還未是身低很差 不需要請工人住的 還有她不是吃得很多 那就不用之前說 那個數量那麼大的 那她依然是 租回我給她住那層樓 那層樓 租金是沒有變的 那於是呢 原先計劃給媽媽那筆錢 就減了一半了 嗯 是租金我都不減 嗯 那之前那個方案 幾個姊妹就已經 很反感了 現在還反感 這次呢 現在是她們說簡直很生氣 很生氣 很生氣 他們很斯文 很斯文 很不開心 那她的聰明 她的聰明是怎樣呢 到現在還是 E-mail的郵件 是 在電郵裡面開火 是 大家數回以前的 那她們就問我的意見 師傅 你認為怎樣啊 那你知不知道我怎樣回答 那你請問你怎樣回答 我說這個世界呢 如果她真的要公諸於法律的話 訴諸於法律的話 就以法律為根據 嗯 那這層樓 法庭呢 什麼都不看 只看是哪一個人的名字 嗯 對嗎 那名字是她的 她是有權的 沒有人請 人靜那裡 我就不能管 你們要自己去溝通 我媽媽知道這件事嗎 她就說 暫時還未知 暫時未知 估計呢 很快便會知道 這樣 是 那沒辦法了 那層樓是她的 我說 那你就跟她說 有些什麼 你們可以再斟牆一下 例如 可不可以遲些才買呢 等媽媽中老先呢 他們說 她的哥哥說 不知道媽媽多長命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她現在等錢用 所以馬上就解決這件事 嗯 是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兒子等錢用 又想馬上就 賣了一家屋的話 或者怎樣 可以有錢入袋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 怎樣處理呢 楊師傅如果問到你的話 那我是有點疑問的 嗯 她就說 賣了這間屋 然後呢 就自己租回這間屋 就給媽媽住 是 知道媽媽不想搬 不捨得離開這間屋 是 那她說 如果既然賣了這間屋 她有什麼把握 可以租回呢 或者她的業主不再租呢 那她就說 她就在這裡 就別有用心了 因為原來她想那些兄弟姐妹 出高價買了這間屋 明白嗎 知道 又要他們出錢買回這間屋 然後呢 就給媽媽住 那筆錢就取代 嗯 那是第三個爭拗 那她說 如果你們不買呢 她說 如果不賣 她就說 逼他們了 那我就放盤了 她說 我現在計算 差不多兩個月後 她說明 我就要放盤了 她說 那她還說明 如果你們不買的話 我放盤 媽媽就沒有什麼把握 可以住回這裏了 怎樣處理 我經常都說 在家裡 不要說 不要說道理 要說情理 你說道理不能說的 當然我沒有辦法 跟這個哥哥有聯絡 有聯繫 她亦都說不到的事情 她亦都未必會聽 那如果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說情理的 我就叫他們 那你們就要安心 看看怎樣處置 盡量不要將這件事 搞大它 我憑你們的能力 有沒有辦法 可以供養到媽媽 安置到媽媽 那她說 我們現在個個結婚 個人也有頭家 她從來都未跟我們一起住 即是跟女婿一起住 怎麼可以這樣冒險去什麼 即是她老人院又不可以 還有媽媽如果知道自己的兒子 都會氣死她 她想不到是這樣 她經常都想著 這個是最乖 經常都當我們沒有到 幾個女兒說 現在想不到啊 到老的時候 是兒子什麼 那我什麼都不要說 什麼都不要說 如果你們真的要孝順的話 就要看看怎樣 可以安置到媽媽 因為呢 老人家 因為他們 如果不知道 不是佛教徒來的 家人 不是佛教徒 他們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因緣 更加不知 亦不相信 什麼叫做 淵源業債 嗯 我說 你只是當一件事 普通的事 去處理 嗯 看看你 如果你真的 拿到錢 你會不會買回那間 當然不可以 開天殺家 比外面還貴 有什麼理由 是啊 她又很不服氣 那這裏可以 需要做幾手的準備 如果那個弟弟 真的 走這一步的話 就是叫做什麼 拿出去 放盤 的話 那些女兒 真的要想 看看怎樣安置媽媽 或者你跟她說 有沒有辦法 便宜一點 是 八五節行不行啊 七節行不行啊 她會不會 她就想了 嘩 這個搞反好像 即是叫做 無言無聊 一起就這樣 都幾難 一起了一個貪念 是 就 沒得說的 嗯 那你想想她 她又一邊數數數數數 數到現在這樣 平時又不理媽媽 真的 一毛錢都不給她 嗯 以前只是認識回來 怎樣怎樣 那如果那些女兒 就是看到這樣的情況 媽媽都幾淒涼啊 被人這樣 就是用的中心點 那媽媽就是這樣的了 如果你不照顧她 我就點點點 那我相信 女兒啊女 如果你可以的話 照顧了媽媽這麼長時間 可不可以再 安排一下媽媽的下半生 要怎樣去安排處置呢 這個呢 是我 就是跟她說的一個重點來的 是 因為她說很不分離 同一親一說呢 就是數呢 數什麼呢 以前養了媽媽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都是我們負責這樣 是 我說 你孝順媽媽媽 你孝養媽媽 我們是不講時間 不講你付出多少 因為怎樣 你只能夠當成是你的責任 那師傅 我們當成是我們的責任 她不當喔 我說你中了你們的 那真是很不值 現在被她踩到上來 所以說 如果你一講道理 你沒有得講的 她說現在 我們要買那層樓 又沒有錢喔 她們自己 又沒有錢喔 又沒有辦法喔 如果不… 不…不… 不講這個… 不講這個… 講錢 又不行喔 最慘的是 媽媽又一定要住在那層樓喔 因為那層樓是 曾經跟爸爸一起生活過喔 所以她就沒得動了 嗯 所以我說 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試一下吧 如果你真是想 安媽媽的心的話 那你就當貴一點 和弟弟說 看一下怎樣能夠 將這層樓到手先 又或者 好不可以 你們給了少少 這個… 她過難關 現在說等錢用 那個 然後 等媽媽走了 這筆錢 就當是借給她的 以後真的要賣這層樓 那個時候 才還給你們 或者在那裡扣回呢 這樣又行不行呢 這樣 沒想過 你先解決她的困難先啦 大家從長計議 不要得一口氣 我還有就是 不要吵架 好難不喊啦 現在 我們三個就 慶了啦 我們經常見面談 就去找個代表 去跟她說 看她願不願意跟我們說 那還未曾約到的 要找解決的方法 那她說 如果她迫 什麼 德川俊赤呢 我們先走了第一步 不要猜 不要猜 總而言之 無論她多惡 你們都不要發脾氣 好難啦 未曾對她說 已經 已經扯了火啦 這就是我們要解決的 我們的態度 不可以這樣 如果你真的為媽媽好的話 那不就很引起吞聲 如果你是覺得難為的 你就會引起吞聲 但如果你覺得 我怎樣才可以 令媽媽的心 盡量晚年 安樂一點的話 你一定願意付出的 你信不信媽媽呢 他說 媽媽也是一個的 我說 那就是了 你願不願意為媽媽 付出多一點呢 他們又說 願意 我說那就是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要抽屍摸檢 讓他們知道自己 現在可以做些什麼 還有不可以做些什麼 嗯 還未完美了 這件事 是啊 都幾難救 嗯 所以 其實這個是 怎麼說呢 處處都可以找到的 這些case 其實我自己都聽聞過 有一個 就是 都是單丁一個兒子 還有幾個女兒的 那 她剛剛要結婚這個兒子 要結婚的時候 啊 自己的太太還在讀書 但是呢 其實 其實都自己都沒有經濟 類源的 但是所以 爸爸媽媽就要支持她 要幫她去籌備這個婚禮 那婚禮 OK 搞得有聲有色 但是 還給她一間屋去 給她一間地區 那這個兒子 就可以馬上去 叫做維持這頭家 但是 過了幾年 這個兒子 就 因為和爸爸媽媽 是住在很近的地方 而這層樓 慢慢就覺得 都不太好住 而爸爸媽媽都 有時時不時都來煩一下 就借一些椅子 就說這間屋不住了 要搬去其他地方 所以爸爸媽媽就覺得 啊 為什麼兒子 不懂得知恩徒報呢 這樣 是不是把爸爸媽媽 給錢做首期的房子 嗯 他怎樣處置 他不住 把這間屋給爸爸媽媽 還是怎樣 他想要賣掉它 哦 想自己賣掉它 然後就搬去其他地方 搬去其他地方 更好住的地方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就是其實 想借一些椅子 離開 爸爸媽媽媽遠一點 是不是這樣 你知道了 媽媽有時都會 暗暗沉沉 煩死人的嘛 那 媳婦又不是很 懂得做中間人 甚至 懂得跟老爺奶奶相處得好些 所以搞得都不是很開心的 哦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 他處理得不好 老人家的心就會有怨 是啊 他就會想說 初期你們要結婚 我就照顧一下你們 怎樣成家 這個過程 給你們一些錢去擺酒 等等 但是現在 你反而 不懂得 叫做飲水思緣 嗯 所以一講 一講道理就沒得說了 是嗎 這兩個年輕人又差一點的 說真的 有時 難怪爸爸媽媽會有這樣想的 比哪一個人都是 為什麼呢 如果只有一個兒子 他當然希望自己的兒子 儘量能夠貼近自己 特別如果他 他有沒有小孩 他有小孩 哦 有小孩 有小孩 這是一個結 是 他一定很想經常見著孫 是 特別是他自己只有一個兒子 嗯 如果有孫的話 他當然很想照顧一下他 看看他 這個 又是父母 有時 又不可以太過不懂得做 嗯 你剛才說他經常走上去 是啊 一去得多 兒子就不覺得是什麼 媳婦有時會覺得一種負累 甚至乎一種厭惡 他不喜歡老爺奶奶這樣 經常走來 他覺得 騷擾了他的家庭生活 嗯 反過來 如果是 媳婦的媽媽 住在附近 媳婦說 和媽媽和爸爸感情好一點的話 簡直好 是啊 可能就到 個 奶奶 不是 她自己的先生 就不喜歡 就不喜歡愛婦愛母 又會這樣 嗯 好了 如果大家 雙方都有父母的話 就很麻煩了 所以再叫做 你什麼 剪不斷你還亂 剪不斷你還亂 嗯 如果是 我剛才說 如果是雙方都有父母的話 你對這個好一點 那個可以在你附近 另一個 又不喜歡 他又可以 他又什麼 我又不行 是 所以要請教 師傅 你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教訓裡面 是應該要 以什麼心態 甚至 怎樣去處理呢 圓滿 一定要有一個圓滿 團圓 這個概念 大家都要放低一些 但是 很難叫 隨便一方面放低的 嗯 所以最好 如果你是老爺奶奶 或者你的子女 準備結婚的話 你不要做到這麼盡 嗯 就是對他們好 都不要這麼盡 你不要覺得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也好 或者是 你怎樣疼他也好 你不要想著 他一定是要 住在你附近 又或者 你要盡你自己的能力 有些什麼東西 都給他 一定要留一些給自己 這是給自己後路 另外 亦是對他們 一個好的態度 為什麼 你不要給他 有一個依賴性 嗯 那樣東西 爸爸媽媽會看得到我的 一有這樣的話 你自己付出的時候 你自己的心裡有一種要求 我能幫他 以後他一定會聽我說 嗯 但是偏偏偏 偏偏 旁邊的那個 即是他媳婦 不是這麼理會 這件事的時候 就很麻煩了 那你又會覺得 兒子聽他的媳婦說 你傷害你了 明白嗎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對年輕人 我經常都強調 你讓他們自己去創 沒有環境 讓他自己創造 他才會珍惜 否則的話 住劏房就住劏房 住板間房就板間房 在這個時候 你不就不要結婚 人家很多人 沒有爸爸沒有媽媽的幫忙 不用結婚了 不用建立幸福的家庭 在這個時候 他們最要爭取 令他們兩個年輕人 心意要一致的時候 我們不要錯過了這個 只是給他們幸福快樂的機會 有時候 要由他們自己親手去爭取 才是真正幸福快樂 一不珍惜的時候 你以後你想 你以後不理他 很難啊 很難啊 拿慣了的時候 真的收不到手 那時候 男又怨 即是老的又怨 年輕的又怨 大家都怨 聽不聽得懂 你明白的 明白明白 如果糾紛真的起的話 盡量以和為歸 這個家 始終是要完整 圓滿 向著這個 那是需要有些人吃虧 不要說不值 如果你連家人 你都不肯吃虧的話 在這個社會上 你還可以向哪些人吃虧呢 中央教我們 吃虧是福 你今天你越是付出得多 你以後你得著的 越多 這個是上天給我們一個很公平的定律 眼前我們看不到 以後你會明白 你會知道 你會很感恩 你今天的吃虧 好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 多謝你們 拜拜 拜拜